作词 李宗盛 我还能爱你什么 除了勇气 我还能留住什么 除了伤痛 我还能忘记什么 除了真情 我还能给你什么 除了善良 我还能爱你什么 除了勇气 我还能留住什么 除了伤痛 我还能忘记什么 梦想让我们 一次次的选择 都让我们 一次次的错过 真心把我们 紧紧连在一起 除了误会 我们还能对他 能对他说些什么 当时他说话已经很不清楚了 只能听懂两句 好像是 司徒先生在 我是被迫的 什么的 别的我就听不清了 你肯定听清楚了 好像是这样 就这两句 没有别的了 没别的了 好 没事了 你回去吧 嗯 这段话经过分析 我认为完全是林秘书 在临死以前的一种忏悔 他的意思可能是 司徒先生在上 宽恕我吧 我是被迫的 根据目前的线索和证据 完全可以证明 林秘书是这次绑架案的 重要参与者 但是 当司徒逃走以后 他又有些后悔 在他与其他歹徒 产生争执的时候 被歹徒所枪杀 至于在他的背后 还有什么人 我看这是以后的事 我认为 这个案子到此 可以结案了 我看像这么回事 胡局长果然经验丰富 带着伤 侦破了这个大案 这下好了 可把我们公安 被的黑锅给卸掉了 可是 我们还发现了 其他一些疑点 再说 这同高局长 当初主攻的侦破方向 也不一致 我们办案 讲究的是客观事实 再说林秘书挑唆高天同志上当 也只是一个偏听偏信的问题 这样会最大限度的减轻高天同志的责任 我想这个结果应该是使各方面都满意的 太好了 老胡啊 看来这个结论呢 可以向省里和司徒先生交代 好好干 好好干 我们对你最近的表现是满意的 准备给你请功啊 老公 您有事吗 听说绑架司徒案件 你已经结案了 这样 你可以安安心心了 听说你把林秘书定为此案的内贼 这不是我钉的 这是根据 老胡 这事你是不是太草率了 这件事情本身还有很多疑点 司徒文斌也露出点狐狸伪话 歹徒为什么偏偏放过他的车部长 这本身就是个疑问 说不定 这是我们针破司徒文斌 解除我们心中长期节症的一个好机会 你何必要匆忙结案 老高 我很理解你的心情 可你总该理解我的心情吧 这个案子上边他催得很紧 林秘书他证据确凿 我 我不能再拖了吗 拖下去对我们公安是很被动的 可是老胡 我知道你要谈到司徒文斌 对 证据不足嘛 再说了 就是查 我们还可以慢慢地来吗 老高啊 其实这样做更多的也是为你考虑 林秘书定为坏人 这样对你 只不过是听信了他的话 也并不是太大的错误嘛 老高 你何必非要在这里和大家过过去呢 你就听我的话 还是回广州去吧 重新过点潇洒的生活 多好 是高天吗 怎么 你病了 对 我病了 倒下了 现在只想休息休息 你们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 我知道你现在的心情 对不起 对不起 真正感受到那种 失落 孤独和痛苦了 你已经从一个充满理想的英雄 变成一个平凡 普通的人了 所以你也只有现在 才会真正地考虑我的意见 喂 什么 你是缉毒所 许敏自杀 注意观察 尤其是下半夜 许敏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你不要着急 经过抢救已经没有危险了 许敏在哪儿 许敏在哪儿的 谁 你们已经弄错了 我姐不会吸毒 也绝不会自杀的 小点声 说啊 你们只给我看 她在哪儿了 谁 小雷 真的是你 真的是你 不 不 你不是我姐姐 不是 许雷 我没有你这样的姐姐 没有 许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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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干什么 你冷静点 她是你的姐姐 是你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了 你别再来教训我了 别再扮演教父了 就是你害了我姐姐 当初 要不是你监力把她弄出国 她现在怎么会是这个样子 你连自己都保不住 还有什么资格教训别人 你已会帮她啦 你还能过来 你来帮她 找我 我是许敏的医生 你姐姐那时候多漂亮 不是我姐姐 她以前曾经是我的偶像 只剩我的动力 可她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对不起父亲 对不起母亲 对不起我的感情 她不会再是我姐姐 你胡说 照片上有了灰尘 抹去就可以了 可是人生这么漫长 谁没有一点挫折和失败呢 当然 这不是简单的抹去就可以 我想 在你不顺心如意的时候 你姐姐 你周围的朋友 总不会这样对你的吧 是吗 我姐姐她还有希望吗 希望是要靠人去争取的 你姐姐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得到亲人的关心 支持和鼓励 其实 你姐姐是一个心地善良 充满感情的人 在她清醒的时候 她不止一次地说 如果这个世上 不是因为还有你这个唯一的牵挂 她恐怕早就死了 她爱你 又怕你 怕你看到她这个样子 心里难受 怕连累你 所以在你来之前 她 她在人生最后的时刻 想到的还是你 可是你呢 你是怎么样对待她的呢 求你 不要再说了 不要再说了 这是公安局转来的 你姐姐的一些随身用的东西 你清点一下 小蕾 当你看到这份遗书的时候 姐姐我 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到了美国 一边攻读博士学 一边受聘在一家电脑公司 做研究工作 我的科研课题是 电脑病毒的防范 具有极高的科学和经济价值 就在我的研究 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时 这家公司的老板 为了独自占有这一成果 阻止我回国 竟非逼地在我的食物中 放入了毒品 引诱我吸了毒 从那时起 我就变了 丧失了自尊 无同一局行尸走肉 这也是我们再也没有 和你联系的原因 我经过了千辛万苦 摆脱了那帮坏蛋 可却摆脱不了 可恶的毒品 我恨自己 我知道 我这一辈子完了 我对不起你 我也舍不得 可我只要离开这个世界 才能脱离苦海 你能原谅我吗 你能原谅姐姐吗 姐姐 姐姐 我想知道许敏的真实情况 比较严重 她被注射过目前世界上 最厉害的病毒 神秘女郎一号 在我们的重要之际 还没有正式成功之前 我还想不出 更好的特效办法 不过 我一定会尽力的 但愿你能成功 否则我心里 永远不得安宁 其实许多的事情 你没必要过分地自责 人是不可能不犯错误的 但有些错误后果是无法弥补的 常令你终生遗害 可怕的是 我总犯这样的错误 你太爱折磨自己了 你应该休息了 是啊 这次 我真的该走了 走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劝我走 我一直在犹豫着 我总对自己说 我已经走过一次了 这次应该坚持下去 我在幻想 只要有一份机会 我也应该重新爬起来 现在 我明白了 不再会有这种机会了 叙磊说得对 这里已经没有什么再需要我的了 他是一时的冲动 冷静下来会向你道歉的 可我赖在这里 还有什么意义呢 我还能干什么 打游戏机 重工复查 写检查 我走了 马上下雨了 你要不要在 我给你拿把伞去吧 老天 快上车 我送你一程 老天 上车 公俊 你以为 折磨自己 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吗 你看看周围 看看这条路 你硬拉我来的时候 这里根本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片荒野 那时 你一再对我说 这一切的改变 都要靠你自己 没有人能帮你的 多少次 我熬不住 想哭的时候 我就想起你的这些话 强迫自己 把泪水 吞回去 我告诉自己 南宾 不需要弱者 现在 当这一切都开始发生了变化 原来的梦想 在一点点真实出现的时候 你却告诉我 你要逃走 你看看 你现在脆弱的样子 哪一点 还像原来的撑船仔 你总是问我 你还能干什么 其实 你要干的 永远都是 撑船 把你的船 撑到一个理想的对岸 管它顺水 还是溺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些辣椒酱 够你带回广州吃的吗 先生 你买点什么 老板 这一条烟能顶多少瓶辣椒酱 我算一算 站住 原来是高局长啊 不 现在该叫高天同志了 什么事 请你把脚下的烟头捡起来 照规定罚款五元 不是我扔的 我看见你扔的 你 你敢说你手里没拿着香烟 我观察你不是一时半时了 对不起啊 高天同日 虽然你曾经是公安局长 可也得照张办事啊 这是你当初定下的规矩啊 是不是公安局的高局长吗 什么 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一枪打掉几个亿 害得我们没房子住的那个高天 现在啊 已经把他给撤了 停车停车 怎么了 好像是高天 出了什么事了 捡啊 我让你捡起来啊 快捡 快捡起来 拿好 别扔了 扔了还要再发 你笑什么 有什么好笑的 你现在不是乖乖的听老子摆布 有什么可神气的 你说什么 你乱退也该罢 没想到他会到这种地儿 当初他为了来这儿花了多大的代价 植木 到今天我才知道 他是一个真正的大丈夫 音音和神石他们呢 他们跳舞去了吧 他们有他们的尸体 不管他们 还是让我们多谈一谈 谢谢 音音 谢谢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吗 我看你倒是像有什么心事 我知道 你心里还一直没有忘记他 残睡的觉 我也一直很苦难 但是到现在我才明白 我 我自愧不如啊 他连胯下支柱都可以忍受 他是值得的 他太为事业牺牲一切了 我想 我并不合适他 你的意思 我还有希望 我也不知道 缘分这东西 还是顺其自然的好 说好的 一会儿还让书月去陪我做美容 我们走吧 好吧 我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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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幸运之星节目开始了 换个台吧 那个台有外国电影 不 就看幸运之星 幸运之星好看 让我们看看 现场哪位青年能够有幸成为今晚节目的主角 我可以向大家透露 由于我们请到的电话嘉宾都具有很高的水平 对指导人生能够提出积极健康的见解 所以很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和好评 现在已经联系到了第八十八期了 这是一个多么吉祥的数字 美华 你今天真漂亮 你先给我签字 你先给我签字 怎么 你还要贷款扩充项目 你就不怕把资金都给积压咯 到时候回不了龙啊 我就是要趁能多捞一笔的时候 尽量多捞一笔 你上次的贷款还没有还 这一次数目又这么大 我 美华 我没有说不签吗 这个节目可以是什么 你好 五岳 是我们生活 都申�ur 咳咳瓶铁 就恶咳 以 пар 为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主角 什么 组组合 请你按照我们的规则 在这个上面挑选四个 你认为最幸运的数字 然后再加上我们原有的三个数字 就能够组成一个电话号码了 请吧 二八六二 好 八八六二八六二 好 我们请现场有关方面的代表 确认这个号码 是否在我们匿订的电话嘉宾名单之内 这个电话在嘉宾名单之内 号码有效 假如你能够拨通我们这位嘉宾的号码 对方又愿意回答 你所提出的心理问题 那么你就能够成为我们今天的幸运之星了 你找谁 电视台 请打开电视机 请你打开电视机 拥有八八六二八六二的朋友 谢谢你收看我们的节目 祝贺你成为我们今天晚上通话的电话嘉宾 希望你能够帮助解答我身边这位小女孩所提出的心理问题 同时也能够帮助她带来好运气 对不起 我能不能不参加 请你一定要参加 那个号码是我的幸运数字 如果从学 那就意味得不吉利了 虽然我现在看不到你 也不认识你 可是我能感觉到 你一定是一个善良的人 一定能帮助我今天交上好运的 求求你了 那好吧 那现在请你向这个姑娘提个问题吧 你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节目 我是说你为什么非要参加这个节目 我的男朋友和我分手了 我很伤心 觉得自己很不幸 想通过参加这个节目 来改变一下自己的命运 请你必须明确回答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那 我很愿意帮助这位姑娘 找到幸运 谢谢你 那么下面 你一定要回答她的一个问题 让她满意 我很想知道 你在丧心的时候 是怎么样度过的呢 像你这样的年纪 遇到伤心的问题 最好的办法就是睡大觉 一觉醒来 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你这种逃避的方法 品牌是不会给高分的 能不能说得具体点 比如说你是干奶行的 在事业上 生活上 有没有遇到过什么烦恼呢 我 我是一个警察 怪不得了 我今天是没希望了 当警察的 是不会有我们这种烦恼的 为什么 平常看到的警察 不是威风凛凛的指挥 就是神气十足的训人 我刚到南宾打工时 在街上摆过摊 就被警察赶过 你们高高在上 有过被人盘问 被人屈辱 被人冤枉的感觉吗 怎么会没有 警察代表国家机器 当然要有威武尊严的一面 但是 警察作为个人 也是有血有肉的 你们了解他们的内心 他们的压力 他们的委屈和心酸吗 能不能够结合你自己 给我们谈一点呢 我自己 最近 有一位我亲手送出国留学的姑娘 她是我老师的女儿 我决心一生中 要关心她爱护她 但是没有想到 她染上毒瘾回国了 并且要自杀 我心里很难过 但是又不知道怎么能帮她 今天 有一个被我亲手 开除公安队伍的坏分子 当众侮辱了我 我却无法还击 如果能有机会 让所有的警察 都能倾诉 让他们不得不压抑在胸中的烦门和苦恼 那该多好 你是 很抱歉 我 我帮不了你们是吗 就这样吧 不不不 我已经听出来了 你一定是一个好人 一个坚强的人 我只想知道 你在感情上 也受过创伤吗 我真想知道 我该怎样选择 该怎么样 对待这件事 如果你觉得不方便 可以不用回答这个问题 我可以回答 其实 在我重新选择当警察之前 我也有一个 不少人都羡慕的工作 也可以过一种 轻轻松松的生活 我也有个心爱的姑娘 但是 由于双方选择的人生道路不同 最终我们还是分手了 就以为 你选择了当警察吗 是的 恨他吗 不 但是当时 我的确很痛苦 希望他能理解我 支持我的选择 但是我知道 每个人都有权选择 自己的生活道路 他没错 我也不愿意勉强他 但是从心里头 我真的十分地爱他 我也知道 他也许现在还在怨我 我以前以为啊 这只是男女间的一种差别 女人把爱情当作生命的全部 而男人只是把它当成一部分 另一部分分给了事业 现在我认识到 其实感情和事业是不应该对立的 只要是一种强烈的情感 深沉的情感 那应该产生一种巨大的合力 任何一个男人 在惨淡经营他的事业的时候 都从心底里头 渴望他心爱的女人 对他的理解和支持 幸运和不幸 并不是别人能给的 更多的是自己造成的 可惜 我明白的太晚了 男女双方 如果要生活在一起 那就应该更多地替对方照相 可是当时 对这些我确实是疏忽了 那 那现在呢 现在 我想他一定 已经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爱人了 我希望他千万不要辜负这次机会 不要等失去以后 再来后悔 我会衷心地祝福他 祝福他们俩 我们知道了 你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如果你现在又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打击 你对自己当初的选择 会不会后悔呢 在我真正失忆的时候 我确实有过彷徨 有过失落委屈 我问的是 你对自己的选择 后悔吗 但是 这些天来 我突然发现 我是真的热爱这块土地 这座城市和我的事业 虽然这里 也许不需要我了 我的工作 随时可能会被中断 但是我的理想 我的追求 我的事业 是永远不会中断的 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荣辱毁育 是不足道的 但我相信 一定会有无数个 与我怀有同样理想和追求的人 会选择我的道路 我也相信 在公安队伍中 所有称职的警察 都会做出同样的牺牲 每当我想到这些的时候 我的心里头 就会得到 一种安慰和勇气 我可以回答你 我不后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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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同时也感谢刚才和我们通电话的那位嘉宾 放车吧 你带我去哪里 为什么 去吧 不管今天晚上结果怎么样 你都应该去 我来了 我来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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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这些事 我来看看 这个事 是我 想压一下 我去做 我来看看 这些事 不能 我们是 然后 我们自动 我来 感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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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